明治神宫 嗨!大家好,我是Nana 今天我要带着大家去明治神宫走走 看一下2021年明治神宫的Hatsumote 新年参拜 在疫情下受到怎么样的影响 以及他们做了哪些防护措施 另外我在日本 有收集明治神宫 エトシス的习惯 这些エトシス的表情 是不是都超可爱的啊 仅仅有祝福还有收集的纪念价值 今年也会一起购入 牛年的エトシス 戴上口罩 拿上我去年 在明治神宫求的 福岡福山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我选择Metoro 千代田县去明治神宫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车厢内的乘客数 非常的少 抵达明治神宫的车站了 抵达明治神宫的车站了 下站之后 每一个车厢的人数也蛮少的 事不宜迟 我们就出发去明治神宫 走出Metoro千代田县的明治神宫 没有办法来 没关系 不过之后 你们要来明治神宫参拜 不管是用Metoro 还是JR 都变得非常方便哦 一走出来 一走出来 马上就是明治神宫的路口 好咯 所以你每年都需要 重新再购路哦 不要跟Nana一样 傻傻的把一个 父神府放五年哦 鬼还之后 双手合十 跟神明感谢他去年一年的照顾 进入明治神宫之前 大家会做一个鞠躬的动作 来对神明表达敬意 这样子的鞠躬的动作 自动自发 非常的可爱 你有发现 大家都是靠着左边或是右边走吗 这是因为中间的道路 是要让给神明走的哦 有来明治神宫参拜过的人 是不是对这片日本酒的墙 非常的熟悉啊 穿过这片日本酒的墙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鸟居 第二个鸟居之后 看参拜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是会塞车的哦 我们先来回顾 2014年在12月31号 困在第二个鸟居倒数的状况 HAPPY NEW YEAR 人真的只能用满出来来形容 12月31号晚上的首夜活动 一直以来都是明治神宫参拜时间里面最拥挤的时段 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今年明治神宫就决定取消了这个首夜的活动 在地面上也都有标示一些辅助记号 让大家能够保持距离一公尺 就像是我脚下的这个红色的东西 参拜前的首水色也为了避免接触全面禁止 增设了这一种自动流水的洗手装置 洗完手我们就准备进入本店参拜了 六年来我每年都有来这里做新年参拜的动作 从这一个地方开始 不管怎么样一定都是要排队的 但今年疫情影响下 人数真的减少非常多 根据Soft Punk子公司阿克福的手机位置推断 元旦当天明治神宫的参拜人数减少了75% 前草市减少了66% 陈田山新盛市减少了68%之多 左手边是今年参拜的照片 右手是去年参拜的照片 明显的差距 拿出五元向神明诚心的祈求 希望2021年疫情能够赶快的结束 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大家可以健康平安幸福快乐 最后要来买祈求家内平安的福山 以及我每年收集的叶豆食丝 今年的圆滚滚的跟去年鼠年好像哦 红通通的根本看不出来是牛 太可爱了 另外这里也有卖很多附身符哦 最后喷一下消毒水 我们要来抽签 明治神宫的签不会有大级中级小级胸的分别 它是以一首诗来隐喻你2021年的祭遇 你可以好好用心去解读 我自己看完我今年抽到的签 我觉得神明是希望我可以用同理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虽然2020年有许多的不确定性 但也让我自己多了很多时间跟自己对话 希望这样子的短片你们也会喜欢 欢迎帮我按赞订阅与分享哦 那我们下一集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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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